许多生障者轮椅族在公共场所或者是校园当中常常会因为没有无障碍设施 因此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或者是造成困扰 而为了要打造生障者友善环境 淡水整理大学虽然在校园里头有许多地方已经设置无障碍设施 但是先前在校园里头的图书馆因为属于超过50年的老旧建筑 再加上位处于三坡地上 因此在法规上无法对于结构本身来改建 但校方努力不放弃 用楼梯升降平台的方式就是要给生障学生一个无障碍的场所 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限于这个建筑法规 我们选择了在室内的楼梯 做这样的一个无障碍楼梯的一个升降平台 来帮助我们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师学生还有同仁 我想这个部分是在目前可以讲我们学校的这些空间当中算是一个开端 淡水驱控所在2008年通过WHO健康产生认证 那同时其实我们在推很多的健康校园 那这个看到我们镇里大学的用心 他们在推健康校园的一部分 让孩子们很容易的这种亲近图书馆来增加自己的知识 就是很值得肯定 我们就来三二一 今天下午在淡水真理大学就特别举办了这一场启用仪式 而淡水区长也特别参与 区长表示淡水在五年前就参与了健康城市计划 在校园当中更是要将无障碍设施落实 而真理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而学生说以往来到图书馆都只能使用一楼的会议室 现在有了这一座平台可以到楼上借阅书籍相当方便 就会 就只有说讨论报告的时候 都有可能只在一楼而已 因为一楼有一间讨论室 就只能在一楼 那现在就是这个设施设置完之后 就可以如果要看自己想看的书的话 可以到更高楼上 因为我们轮椅的孩子 很想要上到图书馆上面自己去找书 可是你没有办法让轮椅上去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办法去想象 我在那个这整个书海当中 我可以去寻找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让他们进到这个书库里面 他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开心 校方表示由于学校的图书馆 位在三坡地碍于法规 无法打造建筑物外挂式的电梯 因此改为楼梯升降平台 而校方去资60万元打造 这一座平台能够载重160公斤 备有电动式安全装置 若是在行径中碰到阻碍会自动停止 而使用者能够从一楼升到四楼 未来将会有图书馆人员协助生脏学生使用 希望在这一座平台的设置之后 能够带给生脏学生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空间 记得许多艺应当学赛访报道